我們都知道最近你在那裡有一個實境秀叫做 女兒們的戀愛 對啊 然後跟那個張學瑞在裡面的那個互動 都讓好多人好羨慕這樣子 對 那在這個節目之前 你有想過可能就是比較 我們講姐弟戀好了 可能年齡比較差 落差比較大的這個 戀情嗎 覺得這個 那個 之前是真的沒有想太多 對 那真的是在 在錄製的過程中 因為我們就是花很長的時間相處著 你就會發現到是有一些狀況的 是會有一些差距的 就真的是來自於我們年紀的差距 其實我覺得 如果今天有一天談戀愛 我覺得不是只是姐弟戀 因為我覺得兩個人的差距 都會造成一些狀況 譬如也許我們出生的地方 背景是不一樣 我們的環境是不一樣 我們學習的 念書念的東西是不一樣 我們的興趣不一樣 我們工作不一樣 其實它都會造成一些需要 去磨合去討論的情境 對啊 其實我覺得兩個人交往 因為每個人都是不同的領域 不要講年齡 就你剛才講的 還是不同的家庭 教育的經濟 對 這個都是需要去磨合的 對啊 所以我並沒有 覺得 就是姐弟戀 或是遠距離 各種的戀情 你會覺得否定 或是不想 之前沒有預設過立場 對 沒有預設立場 因為我 我相信 就是你想再多 你設定再多 當愛情來 它出現的時候 這一切都不是問題 可是當這一次 有這樣的經驗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從 可能軒瑞的身上 看見過去的自己 我也許你這樣 這麼輕力的叫他 不好意思啦 對 就是可能 從他身上看見 跟比較青春 然後可能一些 比較過去的自己 純真啊 或者是一些 眼神的光滿不一樣的 可是他其實也蠻成熟的 他們也很成熟 我覺得他在 我們常常聊 我們很可以聊天 而且是 很認真走心的聊天 我覺得就是他自己 他也比他的同齡的男生 至少我想像的成熟 他自己也經歷過很多事情 他有他人生的故事 我們會聊 演藝圈的工作的狀況 就是 當然他也 現在正在努力中 然後他會怎麼樣去想 或者他曾經經歷過什麼樣的事情 大概就是這樣的分享 因為我會覺得我入行的時間 跟經驗比他多 我肯定可以講出些什麼 欸 結果我沒想到常常是他 講的想法讓我就說 喔 對 你在這方面心智還蠻成熟的 嗯 沒有辦法舉例出一些實際的利用 有點忘記了 但是大概的感受就是這樣 那最近也有跟博師 唐啟老師 開了一個新的節目 叫女人28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好 女人28 所以就是一聽你就知道 自己跟女人相關的話題 然後我覺得28是一個 女生都永遠都會 只要你是女生 你一定對28這個數字 是不陌生的 因為它是每個月 都會在我們人生中存在著 可是就像很多的事件 它也真實存在在我們的人生 它都也會有它的一個28天 就是我後來遇到唐老師 之後才發現 28也是一個月亮的週期 就是其實我們的世界 28就有點像是一個 神秘的數字一樣 然後就是在其中影響著我們 所以我們想就 所有女性會發生的事情的28天 唯一個開口去討論 譬如說我談戀愛後的28天 我失戀後的28天 我生小孩 我懷孕了28天 或是我年齡上的 我28歲了 我28歲也可以 對就是 各種女生都會遇到的 真實的狀況 跟人生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一起來討論 那我記得去年喔 跟我們的會客室 是跟那個妹妹蓉蓉一起訪談嗎 我還記得那時候去年 就是想請你跟大家講一句話 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 怎麼一開口就哭了 對 可是我覺得非常真誠 你講了一句話 就一句話 就是我希望你好就好 對然後就是 你那時候對 然後就是紅了眼淚這樣 對 所以你好就好這句話 真的是 就是我真的就希望他好好的 對這個是 我覺得這就是愛吧 就像如果你 我現在很愛我身邊的人 你要我送他們的話 不管是送給我爸媽的 或我姐妹的什麼 我覺得我都會 那個 那個愛太大太多了 所以真的要濃縮起來 就還是會這一句話 就真的希望他們好好的 那如果我們可以這麼說就是 如果從現在 要請你跟自己說一句話的話 是不是就會是 Selena 我愛你 謝謝你 辛苦你了 會不會是這樣子 好像可以 但我有講這個 我還沒練習啊 我們不是說好今天要回去練習嗎 所以我說 對是不是今天 就是如果要對自己講話的話 古典的話 會是 我剛才講的 辛苦你了 謝謝你 你可以不要那麼冰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努力 那要是我 我應該會跟 Selena仁家宣講說 你 真的很美好 而且你值得一切的美好 值得一切的美好 真的很美好 那我希望各位 請您收看 配歌室的觀眾朋友 可以領略到愛自己 跟寬戴自己 善待自己的各種道理 還有你說 與過去的自己和解 對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我覺得跟過去和解 不錯 跟過去和解 而且不是只有過去的自己 就是 在我們此時此刻 或是未來的一刻 之前的事情都是過去 如果都能夠跟這些過去和解 我們的現在 跟我們的未來 我覺得應該都會是很美好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起努力 愛自己 與自己的過去和解 非常謝謝Selina 謝謝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